大概83%的人都有被体罚过 而福联盟近期一份 对年满18岁的成年人 所做的调查报告 有高达八成的民众 曾经在儿时被主要照顾者体罚 显示不少父母们仍存在着 不打不争气的传统观念 但是你知道吗 这些体罚经验 往往会在成年以后 影响孩子的人际 与亲密关系的经营 使得他们很难再信任别人 甚至担心别人不爱自己 比较大部分的孩子 因为自我加持感低 他就会比较容易怀疑别人 不容易信任对方 也会担心别人是不喜欢他的 但是如果在处理情绪的问题 他可能就会复制上一代的经验 比如说爸爸妈妈常常用 暴力或辱骂的方式 那当他遇到冲突 或者是想要解决关系的困难的时候 有时候不自觉也会 重复爸爸妈妈的方式 父母在面对年龄较小的孩子时 往往认为打骂是最快自止的方式 而福联盟鼓励父母们 用正向的教养方式 取代负面的体罚 如果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管道 局思代网站提供许多教育步骤 让父母在遇到突发状况时 可以使用正确的方式来教育孩子 希望透过大家能得到这些 外交知识让知道说 你在照顾小孩的过程 你是不是知道说 就像是小朋友什么时候 需要借尿布 他可能三四岁 他真的讲得很清楚的时候 你才去借 而不是说你自己以为说 他可能一岁就可以借了 然后一岁就开始叫他 要借尿布 然后他一直无法成功 你就开始生气去打他 而福联盟一直以来 提倡以正向的教养观念 取代体罚方式 透过举办亲职交流课程 与家长们一同分享讨论 盼能找出最适合亲子间的相处模式 中央社实习记者陈冠军台北报道